珠海近几年哪些房子 把咱们老百姓都坑敞过 今天我们就来818 因为咱们珠海的房子 很多都是外地人买的 老铁门也不知道当地情况 脑袋一热就比较容易掉大坑里 传网的房产主播 没有人敢做这个坏人 今天我来做 听完以后你再评价 张同学是博取流量 还是真心的想帮助大家 大家先点赞收藏 再转发给身边有学的朋友 第一 珠海的韭菜盘 说是韭菜盘 其实是连韭菜根都给你挖起来 那别提有多狠 这类项目有几个特点 第一单价低 第二位置偏 第三还没有配套 我说的可不是配套不足 我说是压根就没有配套 有的配套也是口头配套 尤其是环珠海的一些项目 主要集中在坦州碎坑新区 这些片区都是给那些预算不足的人 准备的 给你们讲故事 给你们一套套的话术 一步一步的把你引进人家的局里 房子的东西宁可不买 也千万别买错 记住环珠海的项目 再怎么宣传也不能碰 除非你在那钢区中的钢区 不要求珠海的学区 也不需要医疗 现在就连珠海市区域内 你也不能闭着眼睛买 对吧 第三 很多外地人投资珠海 最后被一些不专业的 拉去买商业地产 各种画饼 被珠海眼前的所谓繁华给蒙蔽了 珠海近几年倒闭的商业 你听一听 时代商业广场 百惠城 澳元广场 银龙大厦等等 你去搜一搜 想想买在这里的人 那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 最后问题谁来处理呢 看到这里点价转发 让避免让更多的认知低的老百姓踩坑 第四 珠海虽然没有烂尾的住宅 但是有些跳水过分的楼盘 背后的原因 大家自己去总结思考一下 我来说几个比较严重的 第一个某某四季 开盘3600 横琴对面 又是号称所在板块稀缺住宅 低的时候降到2万6000 大多数业主都是在外地展销会直接验购的 根本就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 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还转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然后继续往坑里跳 看到我是惊心动魄 最近也经常接到电话 还有人问楼盘行不行 我也是深深的感慨 在网络发达 资讯发达的今天 信息不对称 还如此严重 对吧 第二个 斗门的某地某弯 号称 胡心清城规格最高的项目 原开盘的时候 2万23 现在低的时候 1万45 为了回笼资金 也不计老业主的死活了 反正要你们上门拉王福也好 组织维权也好 闹几天你也没劲了 大家各有各的生活跟工作 你跟他耗得起吗 第三个 白交的某利某心 前两年市场好的时候 1万45 最低的时候跌到8000多 接近腰斩了 这个项目位于白交老城区 这个地段以后会成啥样 咱们真的不好说 这种降价幅度 基本上叫战略放弃 一分钱一分货 在什么时候都是这个道理 第四个 某路某花园 对吧 还位于唐家北围核心区域 最早开始的时候 炒生猪通道 那概念真的是 再加上周边配套规划 看起来很不错 开盘的时候3万多 行情不好的时候 概念炒不动 直接降到1万6 一年的时间直接蒸发一半 朋友们 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 是不是要考虑考虑 总结一下 这些项目跳水的原因 背后有什么共性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引以为戒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第五个 我们再去看看 珠海有哪些房子 吸取价值 吸取流通性的 没有学区的老婆 小老婆到 小产权回间房 我重点讲讲文旅盘 号称环境优美 养老度假首选 很多人一辈子没出过几回门 下了飞机 然后被拉巴 直接拉到项目 一顿忽悠 就做了房东 珠海有不少这样的楼盘 但是好像也没有海南多 买了以后 你要是想到找到接盘的 那真的是太难了 你想想你都是被大巴拉过来的 后来的人被拉巴拉过来 一看小区 连个门店都没有 对吧 我说的是中介门店都没有 还是那句话 你听过哪几个人会买二手的文旅盘的 这些都是当地人不可能买的地段 只有外地人去买 而且还是第一次去的外地人买 只是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珠海的平沙新城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户型不大 总教不高 但是环境优美 你进去就别想出来了 价格打到骨折 你都出不来 第六我们说说 还有哪些房子不适合居住 珠海有很多别墅 融资率低 人均面积大 很豪华 对吧 住在里边身份也很尊贵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么看待别墅的 我就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入住率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是群租的属性 你说停大的一个小区 几十栋房子 没有几家人住 冷冷清清的 尤其到了晚上 那真的是有点害怕 还有几次我去了一些别墅看 晚上感觉真的是有点慌 咱具体到房子里边 人口少的家庭 你住进去 平时到小区聊个天 你都找不到人 所以买了别墅的人 很少也会往里住 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 从资产流动性来说 别墅的转手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保值问题不大 但是你要转手很难 谁去接二手别墅 对吧 从某个方面来说 还不由平成的 不适合住的房子 还有一些 今天咱就算一个别墅 作为代表 说说就行了 其他的咱们以后慢慢聊 以上说那么多 基本上就告诉大家 有何必坑的 干完以后 你肯定会想 张同学怎么只说坏的 不说好的 我只想说 你家住还买房 无非就两种情况 一种自住 一种投资 自住也要考虑保值增值的 房子本身不值钱 你不可能花个三四百万 买个房子只为住 以上两种情况 产品属性不同 你要考虑的因素 也就不同 我非常自信一点 就是整个珠海的房子 我都了由指掌 在我脑袋里边 已经形成了购房地图 跟购房动向 哪些房子值得买 哪些房子怎么样 不值得买 我都可以怎么样 一清二楚 如果你要咨询我 你要找我咨询房子 我会按照怎么样 我的想法来告诉你 不会按照你的想法来 别不愿意听 你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就知道你适合买在哪区域 你也请你相信我的眼光跟判断 不信的话 你先问我 我带你去看一看 然后你自己再做一个对比 你就知道我的判断是对是错了 珠海买房值百万万事 我问问张同学就决定吗 关注我 我是实话实作了 张同学